改上面的文字很簡單嘛 用什麼呢 用set set什麼呢 set test T-E-S-T 有沒有 就有了嘛 因為屬性有一個叫test 那如果你要更改它 就是叫set test 那如果你要取得裡面的值就什麼 get test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set get 你看前面練習很多嘛 為什麼要set get 其實就是 加進設進設定的話就用set 取得就get ok 那set test enter一下 那裡面的文字非常簡單嘛 比如說很簡單 我就在這邊給它一個字串 叫做您按一下按鈕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字打上去 那字打上去之後的話呢 這個程式就完成了 就這樣好了 ok 清探 好 這樣就完成了 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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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如果放在區域變數裡面的話 那存取就會有問題 ok 好 那這裡 再來的話 乾脆把它宣告在 所以基本上 我的那個基本流程是這樣的 我的那個就是 一的話就宣告 二的話就連結 我自己有一套那個 口訣 對 然後三的話就是 建立事件 所以我的習慣是一二三 這個一二三將來 反正你撰寫app的時候 你就說一二三 大概